去年4月份公路局展开了台九线玉里大桥到东里路段拓宽工程当中 备受关注的玉里大桥改建工程碰上去年8、9月份台风密集式的攻击 加上秀古兰西大水南消退双重打击之下延迟将近一个月左右 不过施工单位加紧失作目前完成了50%的进度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也希望在明年年初可以完工通行 拜托去年台风密集式攻击 秀古兰西大水也稍稍消退之际 玉里大桥施工单位也努力将落后的进度给补了上来 达到预期进度 对因为去年台风的话部分的话 因为是好几年之后的台风 那台风密集度也比较高 那其实水位上涨上涨也比较猛 那退水也比较慢 所以对我们的攻击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目前承包商部分的话也是增加机具跟设备部分方式来加紧追赶这样子 所以在预定进度部分上面是已经慢慢再追回来这样子 台九县玉里大桥到东里段拓宽工程 总工程经费将近42亿元 去年4月动工后被受瞩目的玉里大桥改建也率先从北上线道拆除失作 不料同年台风季节 台风是接二连三来袭 冲击正在失作的双蹲桥梁 再加上秀库卵吸大水难以消退的双重考验下 整个落后仅一个月 如今施工单位加紧失作后 目前栽富工程进度大致完成30% 计创跟基础也都已经失作完成 那墩柱部分跟那个茂梁部分的话已经完成两块 有关南下线桥附旧部分的话 目前进度应该差不多是30%左右 那预计的话应该是在年中的时候会上第一垮的一个垮局 有五单元会先上凉这样子 目前施工作业进度仍在计划进度的范围内 若没有问题 苏花改工程处第四公务段表示 预计将会在年中进行第一垮局上梁作业 原定在今年年底完工的北上仙岛桥梁 保守预估能在明年一二月份完工通行 记者是玉兰 玉璃镇采访报道